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也是做好了一个国庆看三场的准备 和近期热烈的制片人陈芷希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透露热烈会在明年上映 这话一听 王一博的粉丝们可就坐不住了 从题材上看 王一博的带播影片中唯有热烈是最适合春节档的 街舞的热闹 青年的成长 最后的成功 都比其他正能量主旋律更加适合过年时 国人希望团圆的胃口 在粉丝们看来 如果热烈放在春节档无疑是最好的 可既然无名已然锁定春节档 那么 假使热烈再在同一时间上映 就免不了会造成王一博打王一博的情况 那么对于两部影片的票房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王一博目前在电影圈还算是新人 目前尚未有实际 他播出的第一部影片的票房还是相当重要的 曾经粉丝们为长空之王而冲 最终不花一分钱打响了王一博抗票房的名号 而现在 大家也都在期待着不久之后无名的播出了 有着博纳董事长的盖章 无名的上映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那么 对于被制片人盖章明年会上映的热烈 粉丝们就不由地纠结起来了 原则上热烈如果可以在春节档播出更好 可又不希望与无名对上 而如果不在春节档 这明年的时间又太过宽泛 还不知道具体会在哪里呢 只能说粉丝们操的心确实不小 如果无名热烈都在春节档上 那片方也不会轻易改档 毕竟前期的宣传投入也不会小 如果热烈不与无名撞上 那也一定会有一个合适的日子 毕竟片方肯定也不会把票房拒之门外 王一博 本期 Eyes Freedom 在现场中所在转叠 第三个服务店 感谢观看